HELLO 大家好,我是VINGER 通常中國廠商為了規筆版號或者內容審查 選擇出海發行已是常態 再配合中國式的特色宣傳 一般營收狀況都不會太差 但有一款主打日系的JRPG 卻未受到玩家買單,最終殺與而歸 馬納西斯回想 開發商是中國的犬匠組 花了約三年來構築 也請來了撰寫陰陽師劇本的夏春健老師 參與製作煉金工坊音樂團隊 一起來共同打造 在2019、20年的測試表現 也吸引到了網易騰訊的投資 日本的發行商為Label Infinite 屬於騰訊旗下的海外推行品牌 日服於去年的10月22日正式公測 但卻未如想像般造成迴響 於今年的6月初宣布 將於9月9日提前終止營運 這邊列個營收給各位參考 可以看到到今年4月的時候 營收已經不到60萬日元了 5月份肯定是更低了 自上限以來的累計營收約1億日元 看上去好像很多 但以日本國民的參考年收入 中位數約300到400日元 算上人事、經營、廣告、抽成等各項成本 前期微博利潤到後期已經稀釋的差不多了 提早止損也不用太意外 另外一提 日本的少女回戰光一個月就賺將近1億日元了 真的是直接把它按在地上摩擦 而之後騰訊也會負責日版換塔的發行 能否升起反擊的狼煙就靜觀其變了 而這款遊戲在獲得歸香權後 陸服於6月8號正式上架 但也依舊沒有獲得自己人的支持 反而遭到一堆人唾棄 那到底遊戲是如何呢 竟會弱得如此下場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遊戲玩法為卡牌養成加動作冒險 從開頭就可以感受到濃濃的JRPG味 這類遊戲的核心通常都在劇情上 我之前有玩過日版 對劇情可以猜測想像 但玩過中文版以後 還是覺得日文好 劇情在鋪層上確實很有復古JRPG那位 透過與玩家的互動來塑造角色的立體性 但無關角色的文本真的太多 冗藏的對話真的會容易勸退玩家 而劇情主要圍繞七位角色去做發展 並會有形態變化作為戰鬥來使用 大部分的養成資源都可以從日常中乾出來 立貴3D建模挺有老RPG那味道 但放眼如今遍地開花的市場 確實只能說是一般了 戰鬥玩法為3-1的ARPG 可根據需求切換或者擺爛看AI表演 但AI很笨 不會自動點聯繫、QTE或者大招等 加上操作很糟糕 也沒有設定可以跳 相當不推薦使用 而想放其他角色的奧義 也沒有快捷施放 只能切換角色再使用 這比同為3-1的升空之眼來說 是差蠻多的 而奧義演繹的畫面蠻普通的 沒特別亮眼 打擊感幾乎為0吧 尤其關掉畫面震動以後 就更顯得無力 閃避的手感並不好 雖然BOSS有攻擊警示 但跟實際的攻擊範圍存在判定的誤差 閃避後仍有機會被不明的攻擊擊中 跟現今一二線的動作手遊仍有不小的差距 戰鬥場景的建模略顯空洞、無層次 大地圖只為移動跟戰鬥 每個主線地圖玩下來都很類似 且前期探索跟解明的互動要素並不多 很難給玩家經驗 而畫風在進入城鎮後就會有蠻大的轉變 會變成Q版3D 有種動身的即逝感 那你會不會好奇 戰鬥期間玩家扮演的是誰 你以為是那三位妹子 NONO 其實是那坨光球唷 但相比戰鬥表現來說 城鎮的精緻跟完成度反而很不錯 像場景跟NPC 都可以看出不少小細節 我們在這裡可以進行日常任務跟小遊戲 或者跟妹子來個深夜的 談心約會 增加好感度 其實當初可以考慮以這類風格去延伸 走類似符文工坊的玩法 藉此可以收服不同於ARPG的群體 也不至於上線就被噴得亂七八糟 課金的方面確實有點太糟糕 先不論常規的時裝跟月卡禮包等 光角色跟裝備詞就直接來7個 玩家初期還在魔索的情況下 可能直覺就會想到 這該不會是要片刻或者圈錢跑路吧 而雖然是主打傳統的JRPG 卻又融入了比較近期的二次元抽卡養成玩法 顯然是對作品定位的左右橫跳 就跟最近要上架的諾雅之星一樣 明明就不屬於動作加二次元 但硬套上去後就變成了四不像 不過想到股東有騰訊跟網易 好像一切又順理成章了 結論 開發的成就是屬於股東的 股東的過失是開發的責任 遊戲如果當初以單機為導向 這樣原創且非換皮的玩法 至少能收穫不錯的生育 但或許是來自資本的壓力 並沒有更多時間去完善其他部分 引路的課金機制過於暴力 導致遊玩體驗上有些割裂 加上日服的提早終結 最終成為了 必會無特色 戰鬥無爽感 故事無心意 對營運沒信心 而三無一美的中庸製作 而製作組似乎也隱約透露了他們的無奈 陸服也改由開發自行營運 但至今仍有不少BUG、抽卡率等問題 能否起此回生 就只有天知道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覺得這個不少龍érence